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因为是公共场合 有些人还见过第三人称拍摄的 也算是一种较为新奇的体验 可前不久一件类似的事件却引起了社会的剧烈讨论 一名女网红裸被在小区拍照 引发争议 到底是宝妈担心带坏孩子太敏感 还是一种新型炒作呢 前不久 杭州萧山某小区因网红拍照引起了舆论的狂潮 甚至还直接冲上了热搜榜的首位 这到底是博人眼球的炒作 还是确实做得有些过分呢 据了解 当时这位网红只是想拍点东西放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 因为当时疫情不断反复 出小区拍照又比较麻烦 索性便在自己住的小区进行取景拍摄 主要目的是想维持频道更新 同时臭美一下 而且据她回忆 当时拍照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提醒她不要拍了 两次拍照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 却恰巧被一位宝妈撞见 之后宝妈便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现在业主们都要被小区里拍美照的女孩们愁死了 网红们因为需要找到合适的背景 如草地花丛中拍摄夏天的服饰等穿着都很清凉 甚至偶尔是真空拍摄 所以业主们担心会对小区孩子们的成长环境造成恶劣影响 还有业主接受采访表示 不仅是小区室外 大堂和车库也有很多网红拍照 偶尔会看见网红们在助理的帮忙下当众换衣服 甚至表示这些女孩有时连内衣都没穿 露了个大背 小区孩子天天跑来跑去 看见了真的影响不好 也就是这么一场戏剧性的画面 瞬间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 那么到底是宝妈太过于敏感 还是证明网红穿衣或动作不当呢 事件在网上不断发酵 网友们也纷纷下场站队评论 当然了 大多数都是站在网红这一边 有的网友评论说 建议学学孟母三千 有的说都什么年代了 真无语 还有人说小孩子很单纯 想歪的 网网是大人等等 总的来说 虽然有一部分人认为 母亲有这个担心很正常 但是还是有很多网友觉得 有些小题大做了 将矛头放在了宝妈身上 认为宝妈怕带坏孩子 那就别出门了呗 这还只是在小区里面 你可以向物业投诉向本人提建议 如果在大街上呢 如果在游泳馆呢 难道也要做出这种行为吗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吐槽宝妈 也有一部分网友提到 这会不会是另一种网红炒作方式 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呢 甚至还有人直接表示 这明显就是炒作 估计连宝妈都是他们自己人 那么说出这话的网友 又有何依据呢 正当网友们还在激烈争论的时候 网红竟然亲自出面道歉了 该事件中的网红名叫成儿 在发布出的致歉视频中 成儿表示自己并不想要影响到小朋友 拍摄的时间也很短暂 未来工作中 如果有让大家不舒服的地方 他也希望能够得到 对方的善意提醒 他保证不会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 关于爆料者口中所谓的不穿内衣 成儿也觉得这是他个人的自由选择 在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情况下 这并不应该成为大众讨论的焦点 同时成儿也是该小区的业主 他觉得自己应该享有 同等享受公共设施的权利 在道歉过后 成儿又发布了一条声明 原因是有很多人问他 自己又没有错 为什么要向无理取闹的人道歉 本来也没什么不妥 道歉就有点显得过于蹭热度 但转过头来想想 自己的热度自己为何不蹭呢 成儿表示 对宝妈造成困扰 确实是我和同事考虑不周 关于这个事 也有不少网友支持我 认为没必要道歉 但我认为邻里关系事无大小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件事不分对错 那位投诉我的宝妈 并不一定是针对我 也可能只是想说一下这种现象 我既然给别人造成了困扰 道个歉也是应该的 而且被投诉的是自己 他就有义务有责任去处理 而不是让他烂尾 让时间去淡化去忘记 关于自己衣着是否暴露的问题 成儿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他说 我并不认为我的穿着暴露 首先作为女孩子 我也懂得要保护自己 我不会穿着暴露去发布视频 其次 如果真的是穿着暴露 媒体平台也并不会允许发布 报道中的裸背拍照 其实那件衣服背后是有袋子的 图中也有助理在整理袋子 并非完全裸背 我认为大家的争论点 并不在于是否暴露 而对于网友争论的 在小区拍这类照片是否合适的问题 成儿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他说 疫情期间 我们没有更多场地拍摄 在小区拍照片 其实和小朋友在小区打篮球 大爷在小区唱歌是一样的 如果给其他业主和小朋友带来不适 可以和我们协商 我们也可以另换场地 关于这种穿着 也是比较常见的 只不过一些照片拍摄 因为摄影师对作品有追求 所以需要摆造型 在妆容上也有所设计 和日常有所不同 当然 给他人造成了困扰 也占据了公共注意力 我们也有必要出面说明和道歉 而对于道歉 是不是为了炒作和薄流量的问题 成儿表示 我也是自媒体博主 其实我也希望自己能红 对于网红这个称呼 我并不反感 但因为这件事上热搜 确实是我没想到的 第一次上热搜 是因为我们在小区拍摄 被业主举报了 当时大家各输几件 在网络上发表看法 讨论的核心 是在小区拍照这样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样挺好 但今天因为我出面道歉 又一次上了热搜 有人怀疑我是炒作 对此我心里还是有一些不安的 事实上 我完全没有炒作的意思 道歉也是因为 给邻居带来了困扰 而做出的诚恳道歉 如果对别人造成了困扰 那道歉也是应该的 如果没有错 道歉又何妨 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影响 而这次 成儿的道歉 不仅回应了网友的诸多问题 还让很多人觉得 成儿的三观很正 会有一个很好的口碑 这也是在网红圈里 很少能够看到的 据爆料 成儿是沈阳人 除了网红主播车魔的身份外 他还称在读硕士研究生 目前正在甘论文 有媒体查到 成儿曾就读于沈阳城市学院 建筑学本科毕业后 选择了考研 在大学期间开过摄影工作室 接到过一些写真生意 他也赚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如今在短视频平台 有70多万的粉丝 有时会开个一两个小时的直播 和其他小网红打打PK什么的 也没有什么违规操作 看到这儿 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位长得漂亮 身材还好的学霸小姐姐 但当网友看到他之前拍摄的视频的时候 舆论又有了一丝变化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 那件引起争议的 露背橙黄色裙子上来 当时话题冲上热搜网 只有两张图片 事后成儿也只是放了几张 当时拍的图片上去 大部分网友觉得 只是这样的话也确实没什么 但还有网友追根溯源后发现 他还穿着这件裙子拍过两个视频 也正是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一些网友们反转了 认为他的动作有打擦边球的意思 有网友评论说 本来看他道歉的新闻 觉得是宝妈的问题 现在看完这个视频 这衣服也认为确实应该注意一下 还有的网友说 裙子是好裙子 身材也是好身材 就是这个动作可不是个好动作呀 那么对于这件事 大家认为是穿着暴露 动作不雅 还是穿衣自由 展示自我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